我其实是欣赏你的商业和魔术结合这个点 因为我认为好的文化应该值得被商业化 没错 这是我赞成的 没错 我想问一下你去了企业里面以后 可以给它定制什么样的魔术的感觉 跟企业的品牌结合 讲一下 太棒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假如您公司有一个空间的话 给我一块小的空间 我们做一个沉浸式的魔术体验室 把这个空间布置成 别人进入这个空间就感受到魔术 忘记所有现实商户中的烦恼 好好的体验 我们要给他们呈现出来的内容 假如您要推广什么东西的话 就把它慢慢地融合进来 但是不要过头 观念这个不是光是您想 跟您描述就可以的呀 就刚才您说 我要营造一个魔术的氛围 没错 这个您光说出来 我们感受不到 因为从您刚刚变的那两个魔术来看 跟商业的结合 我就想到那几个成语 那是哪个老师说的 如耿在喉 如芒刺背 如坐针毡 真的我说的实话 就是不伦不类 就是表演的 跟商业化结合了一般 我们想看看 还有没有牛一点的 还有更深度的吗 不然真的感觉非常尴尬 那我可以放一下 我的宣传片吗 来 那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这是宣传片是吧 对 你这个宣传片做的呀 真不知道你在说啥 我觉得是大家没有去换位思考 那你觉得来我们现场找工作 来到我们企业 你觉得跟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结合呢 这还是我的诉求的地方 我做魔术不是为了说一定要赚更多的钱 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我做魔术是想让更多人感受到魔术的神奇 感受到它的价值 不管是商业价值还是人文价值 那你说实在一点 比如说你来到我们企业 因为你坚持在求职 你要找到这家企业入职 那你知道这个入职和你坚持还是不一样的 是的 如果是你要入职深度地在一家企业里面 你要做这个签约的这个达人是吧 要做这个策划 你有没有一些设想 我可以随便讲一个 为什么可以随便讲呢 因为我不能讲太多 但是我真的可以随便讲一个 你们可以听听看 没问题 那你选一个企业 我就说翠生生吧 就是我 不好意思啊 就我比较贪吃啊 就上台之前吧 我吃了那个翠生生的那个零食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零食吧 它做得特别好吃 而且它大小其实不是很大 我们可以演绎 用这个翠生生作为它的元素 去演绎一些魔术的效果 那假如在他们的摊位 或者是他们一些推广的活动下面 我去用他们的翠生生的这些东西 去表演魔术 并且效果足够都足够神奇的话 那大家一定会买单的 而且我相信他们的这些品牌力 他们的这些产品力 别人吃好之后自然会去买的 我只是作为一个引游的人物而已 我觉得今天它所有的 可能都是在自己的逻辑里面 它是致洽的 但实际上的话 我们应该更应该考虑的是 我们到底到这来 究竟怎么样能尊重这个舞台 我觉得它是把整个的这一场面 是做成了一场秀 做成了一场秀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在 为它在作秀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 是不是应该在台上的时候 应该放下轻轻一点